防疫成功 環保局加油 我們是金融市歷屆里長協進會 因為最近困難很嚴重 尤其我們環保局清潔隊 是我們的環保監峰 所以也是最潛艦最危險 所以我們透過我們秦議員 還有我們油常務監視 跟各位常務旅士 大家研究的方案 就是我們來做一點小小的 這個社會責任 來給我們環保局最前線 最前鋒的環保清潔團員同仁 所以這今天是一點點的小意思 請大家共襄盛舉 防疫成功 環保局加油 因為防疫期間 我們看到我們環保局的兄弟們 是在第一線 為我們一些防疫的工作 消毒啦 或者說收集垃圾等等 他們心理上的壓力非常大 所以說今天我們歷屆 里長服務協進會 在我們李內涵理事長的帶領之下 我們來表示一下 我們對我們兄弟們一個鼓勵 跟關心 希望他們在這個防疫工作前 也除了自我的一個工作上的盡責以外 那自我的保護也非常的重要 希望說我們這一點點的一個 表示的心意 我們共襄盛舉來結合社區 社會上大家實戰團體一個 互相的支援 讓我環保兄弟們 大家除了工作以外 也把自己保護好 也保護好家人 我想這是大家共同的一個心願 我們非常感謝 那由秦議員 還有我們歷屆的里長聯誼會 包括常務理事 會長 大家一起來 來對環保局的一個關心 以打氣 那我在這邊還是要做一個說明 環保局雖然大部分的清潔隊員 有打疫苗 但是打疫苗不是萬靈丹 尤其在工作之後 一定要確實完成的消毒 這樣的一個確實消毒 有賴於使用酒精 所以非常感謝聯誼會 贈送的一張大批的一個酒精 給隊員能夠更加落實來執行 這樣的一個清潔工作 這樣的落實的清潔工作 除了讓自身能夠更安全 回到家裡 也給家裡的長輩 然後家人 然後一個更好的一個保護 所以在這邊感謝聯誼會 的一個支持 那我想環保局會在崗位上 堅守崗位 記者黃日生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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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